魏儒好 李大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魏儒一开始 先帮我们把作者 温佑楼介绍一下 是的 大家听就是这个名字 当然知道他是一个台湾人 可是其实温老师 他从三岁举家 就移居到日本了 到现在三十几年了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 从小在日语环境长大的作家 然后就是变成 他的日语非常的好 他可以 因为这本书是翻译小说 所以他其实是用 原文是用日文创作的 那他的中文 其实他也可以讲 可是他的中文 就没有日文那么好 而且他比较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 是他去日本 他留在日本三十几年 可是他都没有规划日本籍 他到现在还是拿台湾护照 对 可是这对他来说 其实是会有形成一些 困扰 都是困扰 对就是认同上 会有一些不一样 跟我们这种土生组长的台湾人 可能就会不一样 他会觉得 我日语讲的这么好 我却不是日本人 可是我的中文 没有讲的那么好 可是我是道地的台湾人 对没错 那他到底常常 为什么会写这本机场时光 其实就是因为他常常会被问说 那你的故乡到底是日本还是台湾的 那我另外还要讲一下 我有老师 这刚刚说到他身份的认同 这是他一直以来创作的主题 那他前面的几本小说 或是几本散文 其实台湾也都有出版 包括来福之家 我住在日语 还有另外一本最比较新的 中间的孩子们 就是他的上一本书 其实还有得到那个日本的借穿上提名 对他等于他有入围这样子 所以他在日文的运用跟他的题材选择 其实是在日本文台而言算是非常有特色的 那其实这本书呢 听众朋友如果拿来看的话 一开始会看到里面的一些编排的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为了反映他日本的原文 所以在一开始的这个书里面有做一个标示 先跟我们讲这个编排方式 为什么你会这么强调他日本原文 所谓本来的汉字片甲名 或者是这个片甲名这样的一个差别 是因为当然一开始是因为原文 老师就这样做 那老师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他里面文章里面 其实他不只用到日文 他有时候还在穿插国语台语 然后你就必须怎么样在我们的中文版本里面去呈现 可能老师会用拼音 或者是片甲名 拼甲名来呈现 比如说里面有一篇啊 他叫做 它不是叫凤梨书哦 他就是标音是 台语的 对就是要念成台语这样子 所以我们原文这样子的呈现啊 我们怎么样在 一样在中文里面凸显出来 因为这个特色也是老师 他在创作的时候 他的书写的一个对特色之一嘛 就是他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他的母语还有日语 所以你们就会用一些注音符号 或者是协体注音 或者是协体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们前面有加一个 等于是凡例说明 然后可能 如果觉得很困扰 其实你直接读也是可以 可是我们会希望 你要必须知道说 我这时候为什么用注音符号来表示 是因为原文有不同的呈现 这样才能够更理解 他内心的一些情感 对他在语言上 对他的身份认同导致 他在语言上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那我们怎么样透过中文版一读 我就可以知道说 他这里其实是这样的方式呈现 好那里面呢 总共是十篇的一个短篇嘛 对里面有十篇短篇小说 跟一篇比较长的散文 然后里面感觉影乐都是 透露跟他个人的情感有关系 对老师前面有提到 就是我为什么想写这本机场时光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他每次都会被问到说 那你的故乡到底是日本还是台湾呢 可是他后来有一天啊 他回到日本的时候 他在入境的时候 他就突然看到那个机场的 那个跑马灯吗 还是就是那个看板 他就会跟跟他说 就是他会说什么 Welcome to Japan之类的嘛 就是有用英文或中文 对可是用日文 他是说 Okae na saai 就是说你回来了这样子 老师瞬间就会觉得说 好亲切 对他不是回到日本 或是回到台湾 其实他是回到那个他熟悉的语境 对他只要到了机场 就有那种啊 那个围绕他在身边的是 那个很熟悉的氛围 就是与其说是台湾或是日本 不如说是日语这个环境 因为他确实是在 日语这个环境里面成长的这样子 对等于日语是他的母语 对啊也可以这么说 对啊因为其实三岁 等于是他从读书都开始在日语环境啊 对对对 所以他才可以就是写 用日文写小说 所以我写到可以入围借船上这样 好那接下来就把张姐稍微 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他这里面有十篇小说嘛 刚刚提到的 然后每一篇呢 老师都有设定不同的情境 就是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的 他主要是讲台湾的机场跟日本的机场嘛 你会看到不同的人 然后发生了不同的事 可是他们共同的地方都是在机场 那里面其实我觉得也投射了一些老师自己的处境 就是他本身的包括他的想象跟他的经验 比如说第一篇啊他讲出发 那出发里面呢 他的故事是一个年轻的日本男生 跟一个台湾出生的女生 那那个台湾出生的女生其实是在日本念书 他们两个是日本的同学这样子 可是开始交往之后啊 你就会发现其实女生 那个台湾女生会一直纠结在 他是台湾人 可是他在日本 对他就一直在日本生活 他就会觉得他跟真正的日本人之间 其实是有一些隔阂的 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 就是其实即便他们已经在交往 可是他会觉得这个日本男生 还是终究没有办法了解他 身为一个台湾人 然后在日本生活的那种处境跟心情 对我就会觉得 那可能早期老师的生活 或是作者他自己在创作的背景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经验这样 然后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背景跟情况 然后另外还有一篇是讲 题目叫做少顺 然后他讲的是 其实他有讲到一些白色恐怖 就是早期经过日本统治之后 到了国民党的统治啊 然后他们会 那个时代的老人家会经过白色恐怖的世界 那那些情况其实对他们心中来说 造成很多阴影的 所以这篇孝顺里面的男主角 他的父亲就是这样子的背景 就是他经历过白色恐怖 所以他对国民党是非常的反感 然后相对来说他对于日本 等于是 因为他是日时代出身的嘛 所以对日本反而是有一种憧憬 有偏爱 对因为他就是你知道以前人家都会说 日本人跟国民党是那个 他就会觉得国民党因为更差 所以他就会怀念反而怀念起以前的日本 比较不差的日本就对了 就是比较来的啦这样子 然后所以里面的男主角就会说 那我是不是趁着爸爸还可以健康的时候 我想带他回去日本看富士山 对你就是 他里面有提到富士山这个象征嘛 就是等于以前的台湾人 日时代的台湾人可能对于内地 这个富士山有一个憧憬这样子 所以他里面提到的就是说 儿子的认同跟爸爸的认同 爸爸当然是认同富士山代表的日本这样子 可是儿子觉得说 你怎么都已经民国几年了 你还在那边就是很憧憬 以前的祖国这样子 他曾经是日本人这样子 对这也是讲到说 父子两代的那个认同 可是他儿子最后还是决定说 好那我就是带你们去看富士山 回到日本 对他爸爸就超感动的 还会颤抖的说 你真的要带我回去吗 对你就会觉得 这样的故事确实有可能 在台湾的角落发生这样子 对没错 对然后另外 我讲一篇 我讲刚刚这个on lai sou on lai sou台语 对真的是on lai sou 然后你看在标题的部分 我们除了写凤梨书 我们还有用片假名 标明on lai sou跟拼音 对因为原文就是 他要强调那个台语 那里面呢 讲到的其实是 一对夫妻他们在机场 然后买伴手礼的故事 对那就是当然那个伴手礼的首选 就是on lai sou 对因为他们是一对日本夫妻嘛 可是这个on lai sou 其实连接到 那个丈夫过去的记忆 他过去的记忆就是 他小时候曾经 去一个书法教室上课 那上课的时候 他们班上就有一个女生 是台湾人 对然后他们的那个 书法教室的那个老师啊 那个老先生啊 他其实是一个万生 也就是他以前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 后来才回到日本去 对所以他对台湾 其实是也有一些眷恋的 反而跟前面那个 要去看富士山的爸爸比起来 反而对那个老师来说 台湾才是他一直以来会眷恋跟回想的一个土地 这样子 所以里面会提到说 他记得小时候那个一起上书法课的那个女生 有给他吃过on lai sou 对就是那个在现代 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有讲到很多战前战后 然后现代跟过去的那个连接 然后其实透过on lai sou你就想说 就是以前的台湾跟现在的台湾的连接这样 所以他就想到小时候那个被人家请一块on lai sou的回忆就对 可以这样说 对 还有一篇啊叫做一百分满分 他讲的是 其实也是祖孙三代的故事 就是这本小说其实很多 除了空间上面 日本跟台湾 还有时间上面 就是战前战后 以前的时代跟现在嘛 那一百分满分 这篇讲的是祖孙三代 其实女儿嫁到日本去 所以就是孙女就是其实就会变成日文比较好嘛 他讲话 他跟阿嬷讲话都用日文 可是其实在他们讨论这个一百分满分的考卷的时候啊 他阿嬷会发现说 我的女儿跟我的孙女的沟通 其实是中文台语跟日语 并用的 即使他妈妈同一句话里面啊 用了三种语言 可是他女儿都可以马上理解 虽然他只会讲日文 可是听 听得懂 对他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语言这个东西是流动的 你不一定说 我突然想到那个 之前不是有人说母语在家学吗 对对对 可是就是 他是有很多面向啦 语言这种东西 有很多种语言 也有很多种面向 那其实母女之间 亲子之间 只要可以沟通 不管用什么语言 都是OK的 所以通常这种 小孩如果听久了大概都听得懂 可是你要他表达 尤其他没有办法表达的太完整 就是只要在家 他常听到父母亲讲母语的话 他很自然就听得懂这样子 对 其实像作者自己也是 在家也是有机会讲到母语 然后等于是这个故事 其实会讲到阿嬷那一辈 他可能是讲日语 或者是台语 混合就对 对 妈妈就是讲中文嘛 然后可是去了日本之后 小朋友就不得不开始上日文学校 学日语 所以这种三种语言混在一起 可是重要的是我们都可以沟通 对对 这个也是老师刚刚提到说 他里面为什么语言 就是文字要这样子用 骗假名平假名这样交错使用 就是在呈现这部分的 说是一种矛盾也可以 说是一种融合也可以这样子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 台湾商务艺术馆的编辑 林卫如为大家介绍 机场时光温佑龙老师的作品 然后台湾商务艺术馆出版 谢谢 谢谢大家